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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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翱翔灵霄第二集 这一集我们把灵霄花补起来 就完成这一幅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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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代表翱翔的天际是无限的 零霄花在台湾常见到的就是这种品种 在大陆的零霄花常看到的是 颜色比较红一点的 然后花朵比较小的零霄花 那在台湾看的这个都带一点橘黄色 但是偏橘色 首先我们要先调好这个原料 我们先用黄色跟珠标调在一起调成橘黄 那这个橘黄当然它这个橘色的分量多一点 比较偏橘的橘黄色 我们先用黄色的橘色 我们现在调了之后 笔尖再沾阳红 沾的时候稍微搅一下 让颜色比较均匀一点 然后慢慢渗上去 这支笔的颜色就是至少两个色调 我们先画前面的花瓣 我们先画前面的花瓣 由于它的花瓣比较圆一点 所以我们在印笔的时候要稍微转一下笔 再画另外三半 然后由于它靠近花心的地方比较偏黄 所以我们现在调藤黄调黄色的 我们再加另外三半的这个花瓣接近花心的地方 比较黄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用另外一支笔 再画另外三半 好 注意这个笔一定要转 接着画旁边的另外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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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画旁边的后一支一束 防范都类似 那现在画的是 被前面这一朵 遮掉一部分 那现在画的是 所以我们把它靠近花心的地方 这样先做起来 然后这个画好它的花瓣 我们画这个凌霄花 第一个 你要先去观察凌霄花 要了解它的自然生态 它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再透过你的美感 你的计划 天人合一呈现在画面上 那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 天就是大自然 人就是你画家本人 也就是 中国画的 的名言 外思造画 终得心眼 以前的画家 尤其是古代的画家 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生态这方面 经常有些会疏忽 在以前的时代 一般人对花费的了解也不够 一般人对花费的了解也不够 在以前的时代 一般人对花费的了解也不够 去接触这个花费的了解也不够 一般的穷苦人家生活都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写意画经常会被人家 谈到就是说 有些自然生态的部分 并没有把它处理的正确 当然 一般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 正所谓 内行看门道 外行只是看热闹而已 这是刚刚不小心滴到的 我们再把它花费 把它遮掉 现在的时代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各种 这个知性 还有就是现在的人 生活富裕 也会多去接触大自然 观察大自然 甚至 玩花 种 盆栽 等等 无形中对植物的了解 这植物的结构 都有一个 相当的一个水平 而且绘画是要不断的改良 不断的进步 所以我们在画 把血液发挥的时候 更要注意它的生态结构 更要注意它的生态结构 所以我们在画中的 我们在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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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画家 甚至是 扬州八怪 其中一位 当然我们不必需要 讲名字 他曾经把水仙 画成五瓣 水仙是六瓣的 花卉 画成五瓣 这个是没有这样子的品种 这就是画错了 我们画牡丹 牡丹 牡丹 是三叉 三叉出来 但是 容易画错也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根本就没有画出三叉 而是随便的这个 这个分出它的这个叶饼出来 这些都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画的是花包 的二片 花托 所以我一直提倡 一定要去重新再写声 因为现在懂得花的人太多了 现在 连台湾这种 无法生长牡丹的地方 都有人在高山栽培了 都容易见到 在花市也会看到 而且呢 这个 生活的富裕 交通的方便 甚至很多人跑去大陆欣赏牡丹 那现在很多人都见多识广 所以我们画家就 要记得 不可以再 患这个脑毛病了 就是画得差不多就好 不可以差不多 不可以打粘 不可以四四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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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八会在底下的地方比较多 植物的生态都是这样子 先长先开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西洋话他们都很直接的就去写生 很少都是在林某 林某老师的林某名家的 林某只是他们的学习的过程 并不代表他们学习的重点 但是在国话里面 林某都是经常的事 然后都不提倡出去外面写生 那由于林某一代传一代 就慢慢就越来越公式化 越江化 然后这个越来越 越左样了 我们再来把那个花梗画出来 它花梗还有这个节骨眼 就是要有顿挫 在花梗的上方 结的地方 它还会长叶子 而且它这个花梗长出来的这个角度 是大部分都是垂直 长出来的不是下垂 如果把它化成下垂 这个都是错误的 每一种花费的生长的结构都不大一样 我们都要仔细地去观察 一定要去外思造化 然后再透过你的这个表现的技巧 还有你心中的美感去营造出画面的氛围 这个林某花如果说它生长得良好的话 它的花是一大长串 非常的美丽 亮丽 亮丽 强颜 我们现在趁着这个花瓣味干 我们用小笔沾洋红 勾勒花瓣的红色经脉 这个是它花瓣的特征 在胃干的时候 勾勒的话 使线条跟花瓣融为一体 在胃干的时候勾勒的话 我教学生希望用新的观念 就是让大家有从自然去写生的观念 重新去画出正确的花的结构出来 而不是积非成事 一错再错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跟以前的人不一样 这个时代的人 有很多人都已经变成花瓣专家了 从业语因为见多世广 甚至赏鸟专家 假如说这个国画不在这方面改良改进的话 这个错误的这个结构的话 只是让这个懂得门道的人 内行的人看得当笑话 所以我一直提倡现代国画 那现代国画最基本的就是要保有笔墨跟意境 这是传统国画的精髓 这个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是传承传统国画 只不过是再加以改良而已 那最主要就是要加一个现代的精神 凌霄的叶子 它大部分都是四对最多 紫藤是五对最多 然后加后面那一片 那它的叶子呢 尾巴都比较尖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带一点尖的尾巴 但是我们可以带一点尾巴 如果我们可以带一点尾巴 当然也有三对的 也有五对的 但是基本上是四對最多 然後加後面一片 大部分都是長成畸樹的葉子 按吧 我们刚刚加的不是花梗上的叶子 花梗上的叶子就是它的上方 刚刚的有一对 还有在更上方的 叶子化的时候比较嫩的叶子我们就带黄绿色 稍微老一点的叶子我们就比间沾花青多一点 我们现在就是要安排这个它的枝条 纸藤它是爬藤 不是灵消花它是跟纸藤一样 它是属于这个爬藤类的 那灵消花的这个 这个藤上的结印的地方 它也会长出根 会攀附在墙壁上 这一点跟那个纸藤不大一样 但是同样都是爬藤类的 那左边的那个刚刚补在这个 左边的叶子跟花中间的叶子 是代表左边的藤子上的叶子 那花有时候后面再衬一些绿色的叶子 可以让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右边的叶子 。 这些都是这一串花后面藤子上的叶子 这些都是这一串花后面藤子 这一串花后面藤子 我们加叶麦要趁着叶子的颜色还会干的时候 比较深的叶子就沾末直接锅热 比较韧粒的叶子我们末就调淡一点 然后更韧的我们只是加个主麦就好了 就不用叶麦画得那么清晰 这一串花后面藤子就这一串花后面藤子就好了 这一串花后面藤子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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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还要再补在左边的位置 跟右边的那一串花做个敷印 而且这一串花画得比较淡一点 那可以增加它的这个前后的空间感跟层次 痰子就好了 或然幕增加奏 闭嘴 快 Island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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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面这一串主要是它做一个这个皮称 你看我们花梗出来都是跟这个 中间这个花梗都是垂直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在做最后的修饰 修饰是观察整体 然后欠缺的地方我们再补上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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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这个要点出这个花瓣中间的花粉块 那这个颜色你可以调成一贯 用白色跟黄色的调成一贯 这样使用会比较方便 那现在这个鸟的部分 也干了我们要染鸟的嘴巴 眼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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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哥的嘴巴跟眼睛染好的时候 我们这张就完成了